柚子軟糖 就是你不用擔心它太甜 因為我覺得這個甜度跟它那種 柚子柑橘皮的風味搭起來 其實我覺得蠻剛好的 要不然你在剝柚子喔 對啊 今年柚子你們也吃很多喔 對不對 是說這個柚子吃一吃 那你們柚子皮要怎麼辦 戴一頭上 戴一頭上 你不可能戴一整天嘛對不對 會出醜 比較老一輩的人會把它烘乾 然後做一個趨紋 因為它本身裡面會含有這個精油 那我們今天呢來教大家做一個 好吃的一個天然的零食 然後我們的主角就是 它 就是柚子皮 我們來教大家做一個柚子軟糖 我們剝下來的柚子皮啊 其實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利用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欸這個柚子皮 感覺好像 對啊 感覺不太好吃對不對 吃起來應該苦苦瘦瘦的 我跟你講 真心不騙啦 真的會很好吃 而且呢 大家看著我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首先呢 先把它剝下來的皮 把它修整齊一點 那一樣呢 我們把 果皮的部分 修成這樣 小 小條狀 好不好 好啦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個柚子皮的原料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準備一個滾水鍋 來把它做一個穿煮 好 水滾之後呢 把它丟下去 我們就讓它在裡頭 煮個 十分鐘左右 主要是讓它的 外層的果皮 煮軟 然後把它裡面的一些 苦味 色味 把它煮出來 那其實它柚子皮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風味 跟它的香氣 是相當的濃郁的喔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煮了十分鐘之後 它的味道會不見 那我們一樣呢 就是滾水下去煮個十分鐘 煮了十分鐘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果皮的部分 已經煮到有點微透了 是不是 然後這邊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然後泡到冷水裡面 再來讓它冷卻 那這邊冷卻下來之後呢 其實這裡我們就可以用手 然後把裡面的汁液給它擰乾 那如果說你比較擔心呢 我們這個柚子皮它的苦澀味 可能會比較重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再過一次冷水再洗一次 好 那我們的柚子皮呢 一樣放進來 那加入適當的水 那水的作用其實是 讓這個糖融化 是的 這裡的糖量勢必會這麼多喔 因為我們要讓這個糖 跟我們的果皮結合在一起 然後才會有這個甜度 其實我們在煮這個柚子皮的過程當中啊 你會覺得比較像在蜜 蜜我們的柚子皮 但是最後呢 我們一樣把這個整個水分給它收乾之後 它慢慢的 它的口感就會出現 就很像軟糖那種感覺 可以選別的糖嗎 可以啊 你高興你用黑糖也可以啊 用蔗糖也OK 我還是覺得白糖比較適合啦 因為整個看起來會比較美觀一點 好 那我們的這個柚子軟糖呢 就直接把它炒到水分完全收乾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先把它盛盤 接著 要來幫大家嘗嘗這個軟糖啊 其實你不用擔心它太甜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甜度跟它那種柚子柑橘皮的風味搭起來 我覺得蠻剛好的 可是我是擔心它太澀了 嗯 不會啦 再澀也沒你澀 完全不會浪費食材的柚子軟糖 你學會了嗎 如果你學會了 趕快呢 在這個禮拜試做這個軟糖 然後在我們的底下可以留言 然後放照片 跟我們所有的朋友來做分享 跟我一起這張豬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